我告诉你啊 以后你们再把芹菜买回来 你就像我们这样做 好吃又下饭 而且做法还非常简单 首先 水烧开 倒芹菜 加一勺盐 不要少许食用油 这叫芹菜最低快快的关键 煮个30秒 老鼠来备用 过加少许油 倒入帮忙前的五花肉 开销后慢慢地翻炒 炒至两面微微的花黄 加姜蒜 继续地翻炒 把它的香味 给炒出来 炒这道菜啊 少放点辣 这样吃上去啊 才会用香气不下饭 我每天都分享油炸美食 麻烦你过点小红西 过了一下吧 非常感谢 然后倒入芹菜 调味只需要倒入一小包 这个加上菜小小酱 这个酱 是大厨根据北地条最好的 它可以炒很多种加上小小菜 不管是炒肉丝 炒牛肉 还是炒猪肝 都非常好吃入味 一代表里面是两小包 一小包 就可以炒兴奋 其他的任何材料 也都可以用光了 加上快速地翻炒两分钟 就可以出锅 是不是很简单 你也赶紧说话 做起来吧 对